作为一个普通人,我们应该如何做,才能更好地爱这个国家? 菩萨开始 如果你只是一个工人,那么就做好你的本职工作,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个工作 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主妇,那就好好的把家庭导好,尊老爱幼,家庭和谐了,社会也就安定了 如果你只是一个农民,那就请你种好庄稼,不要为了高产而打药,不做媚良心的事,害人即害己,因果终究会回到你自己身上的 如果你是一位商人,那么就不要缺金短两,掺甲,老实本分地做生意,遵守经商之道 口碑来自于诚信,诚信才能裁员广进,反之,不易之财必散财 如果你是一位教师,教书育人是根本,缘波正能量,教育学上爱国,爱党,爱父母,懂得感恩 如果能将因果观念灌输给孩子,那更是功德无量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,是未来的希望,教师就是园丁,花长得好不好,园丁很重要 如果你只是一位父母,那么就要以身作则,孝敬自己的父母,爱自己的国家,做好榜样,让孩子耳濡目染 总之,一个社会的安定,要靠大家共同爱护,国家安,家财安 你们不是个体,是一个整体,做好自己的本职,就是给国家的添砖加瓦 要实时心怀感恩,报父母恩,报事恩,报国家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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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